欢迎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新疆位于中国西北边陲 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通道 自古以来中国各个民族在新疆聚居 与来自世界各国家的人们开展着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起源于汉代经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 抵达了今天的印度 阿富汗 伊朗 以及地中海东岸的一些国家 在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很多地区 都发现了来自国外的一些玻璃器皿和钱币 那除此之外 在国外的一些地区 也出土了来自中国的一些丝织品 这都体现了古代丝绸之路 大大的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商贸往来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新疆各地出土的各类文书 其中包括有汉文 婆罗米文 秋刺文 榆田文等 这说明当时在新疆地区生活着多种民族 并且在这里形成了多语言 定存使用和交流频繁的局面 这也促进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 中国各民族在新疆地区聚居 生产生活 共同构成了繁荣美丽的新疆 我手上拿着的这一件慈悲就是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景户壁上的图案元素做成的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景户壁出土于和田明峰县尼亚遗址八号墓葬当中 户壁呢就是古人射箭的时候戴在胳膊上的一种户具 这件织井上图案文样非常丰富 总共有四类文样 第一类是文字 从佑制作 写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第二类是瑞寿文 多我们可以看到凤凰 鸾鸟 麒麟 白虎 第三类是祥云文 第四类是星文 整个织井呢织制的非常的精致 保存非常完好 这也体现了汉代织井制造工艺技术至上乘 我们用的修复线都是纯天然的 分针丝的和纯棉的 这是纯天然没有染色的宙丝纱 这是我们按照文物颜色染的红色的宙丝纱 我们用它的这个单骨纱线 然后做坟线 根据文物的颜色染制布料的小样 这些就是我通过染制得出的小样 染造样的目的呢是为了能更好染文物的倍称 这时候我们要选择跟它材质相近 文理相近的布料 我们要给文物后期进行修补嘛 能更好的补充全文物的形质 也能使文物和被称有一定的区别 在哪里是为了能够的字幕 我最后面的词欣赏 我最后面的词欣赏 有什么词欣赏 在这些词欣赏 我最后面的词欣赏 我最后面的人有需要的颜色 这就是我们本屋修复室的工作 看似我们修复的是一件一件古人留下来的文物 但真正保护和传承的是各民族不断交流交融而形成的贪婪中华文化 不仅是各民族文化在新疆落地生根 新疆地区独具特色的音乐舞蹈 也对中国的中原地区及海外各个国家带来了辉煌灿烂的音乐文化 唐朝 新疆库车的秋辞月响玉中原 唐朝十部月中秋辞月 舒乐月 高昌月等七部 来自包括今新疆在内的西域地区 胡玄舞 胡腾舞 狮子舞等风靡宫廷 长安城中西域风流行 是 董局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